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下的一世界之旅小说剧情 上回中,男主目睹另一个自己暴虐学姐谜的黄毛伊鲁姆被学姐目睹 直言真是看错你了 如何已经没法回头 梦中男主表示 这就是人生啊,学姐 接下来这家伙要做什么,男主已经撂想到 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自己要杀了学姐 那会又来一句 学姐知道微波鲁的构造吗 男主大喊 关键时刻他惊醒了 呼吸紊乱,额头被大量汗水战尸 男主发现自己在亚空的寝室 刚才梦的内容明明离谱却异常鲜明 伊鲁姆刚德应该死了才对 而且无论是利米亚的勇者周围 还是霍普勒兹家周围 都没有出现类似黑骑士的人物 守护学姐的骑士应该另有其人 就是那个王国的骑士 男主没有继续睡的心情 明明昨天晚上的章鱼烧和章鱼火锅都大受欢迎 吃了顿愉快的晚餐 大家有说有笑很开心 回想这些心情稍微舒畅些 不仅笑两声 反正是梦还是别太在意 虽然时间也不早了 但还是去拉弓射箭吧 也可以平静 于是男主到公道场一直练到天亮 之后男主被变态龙鲁特叫去 一个好重的蛋放在眼前 鲁特吐槽 看到这个的感想就只有好重啊 要知道 有机会看到这个的人族可是屈指可数哦 这可是世间极为罕见的上位龙的蛋啊 如果不是龙的研究者 亲人都不要了 也想夺得这个蛋蛋啊 男主看向橄榄球那么大的蛋 表示 你这么一说还真内感 鲁特一听 感受到神秘感了吧 男主回答 要是告诉林的话 他肯定会想试试味道 得注意点才行 鲁特一下无言了 原来 他想要男主把这个蛋带到帝国领内 瓦尼拉沙漠的格隆特桑那里 鲁特希望男主能去见识一下龙的社会 首先从这个孩子预见开始 抱歉对男主强求 暴政包括克流涅翁事情上 给予他充分的回礼 男主估摸着 眼前这个两棋类 关于索菲亚只简单介绍 他是继承了自身血统的人 除此之外 没有多多解释 貌似现在健在的上位龙只有三只 其他的龙已经变成了蛋 希望男主将蛋带到各地的龙之眷属 或者信奉者那里去 等待未来的孵化 鲁特给出的报酬并不是有形的东西 是提供他所知的情报 以及男主父母故乡克流涅翁提供援助 男主觉得上位龙的蛋是贵重品 但没想到送快递的报酬这么丰厚 鲁特意味深长地提到了 皇女莉莉和帝国勇者 感觉应该不会以下撕破连 让男主适当警戒 好好享受观光 男主也期待 完后他还要去王国一趟 在学姐拜托之后 和男装的约西亚公主取得了联络 计划前往利米亚 公主希望他尽量通过官方渠道 男主便和利米亚的官员交谈 订好了前往王国的计划 另一边 莉莉皇女也反复过来打听情况 这边也变得不得不去帝国的气氛 鲁特还表示 今后还要他去更北门 有个蛋的运送目的地在魔族领地 带上这个上位龙的蛋 向正在打仗的各方势力挨个打招呼 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 男主他们说不定显得相当可疑 至少行动时稍微老实一点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因为同行有八和十 鲁特忠告他注意扎树 又表示如果前往的人不是男主 还会提醒注意一下质树的女武神 不过男主的话不用担心 男主第一次听说帝国还有这玩意儿 除了火药枪之外 目前为止都没有怎么收集帝国的情报 鲁特补充 连他都没能迷住男主 应该不用担心被半吊子的美人际攻陷 男主一听什么鬼话 怎么可能被你迷住啊 你可是两性生物啊 而且尚未龙知道这俩事实 还能接受鲁特的 肯定只有经验相当丰富的盟者才能做到 鲁特想显摆 秘书也对他一往情深 男主直接打断不想听 但我就收下了 变态下回见 赶紧逃之夭夭 因为原文写作变态 读作鲁特 所以鲁特听到是鲁特 但他直言 感觉你用非常失利的叫法称呼啊 算了 那就再见吧 在出发前往帝国的早晨 男主老实说 还是有点不擅长应付利利皇女 但求那里的环境 姑且能舒服一些就好了 到了帝国附近 男主开口第一句 吐槽好大的血 明明伟都和王国差不多 这么大的差别 听说利米亚王国 是个绿意盎然的富饶国家 在地图上 两个国家正好位于一左一右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八解释 帝国多山峰连绵起伏 依据位置不同 冬天的积雪可以深达数米 男主吐槽不敢想象 比这里更遥远的北方 山峰更多的魔族国家 到底是什么样子 八补充 魔族的领地 称作冰原也不为过 积雪比这里还要深 暴风雪的等级 还是寒冷的程度 都远远超出这里 师爷吐槽 对人族来说 不对 对生物来说 那里的环境都极为严酷 男主听完 又想去看看 又想待在温暖的家里 不出去 男主一行 朝罗宾这个城镇进发 听说那里 可以使用直达帝都的转移镇 男主吐槽 要不是走黄金街道 绝对有自信遭难 八和十不同意 从觉得遇难这个词 从他嘴里出来 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男主无语 从者对我好无情啊 确实 就算几天不吃东西 他也撑得下去 不谈积雪的话 戏文本身 倒是没让他觉得有多寒冷 就算在那里迷路的话 只要回到亚空间就 啊咧 遇难这个词带有的悲壮感 变得越来越稀薄了 男主无奈转移话题 问八和帝国勇者 见过一次吧 说对他没什么好感 为啥非要跟着来 让莱姆代替不就得了 八也是这么打算 不过莱姆被他派去罗莱尔了 而且之前 窥见雪姐的记忆 虽然不及男主 但也非常有趣 想着万一帝国的那个 也知道有意思的事情 就可惜了 之前读取的那家伙记忆 不小心被他删掉了 既然这样 男主也表示可以了 对方也是霓虹人 更能知道些 自己不知道的事 八要是讨厌直接见面 各种事情都可以拜托时 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然后突然发现不对 这个 莱姆和罗莱尔是怎么一回事 幸好自己没有听漏 八若无其事的 想带过这一句 八表示没什么 只是感觉雪姐 对他们似乎抱有兴趣 形式上已经做了警告 姑且还是拜托莱姆去监视他 仅此而已 让男主放心 男主一听 放心 放什么心 警告 从警告开始就有问题了吧 八应该没做什么危险的事吧 问他形式上的警告 具体是什么 八的原话 好奇害死猫 在哪里打探情报是你的自由 但结果会遭到什么 都是你自己的责任呢 没什么 比起警告更像是普通的忠告呢 这边又是帝国 又是王国 又是克流年翁和魔族 忙得不可开交 他要是这种时候 跑来刺探情报 可太麻烦了 男主决定 下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说一句 威胁你真是抱歉好了 男主看八对学姐相当警戒 直到是在为他操心 男主自觉对学姐没有防备了 毕竟是同一所高中的学姐 也不是啥坏人 确实 对许久未见的学姐 感觉到了些许违和感 现在的学姐和过去认识的学姐 好像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违和感的真相 毕竟和勇者之间的关系 也才刚刚建立 没必要这么急着弄清楚 到了帝都 男主直言被帝国背叛了 本来对帝都的外观相当期待 魔幻世界中雪国的大都市 到底会有怎样的风貌 蒸汽朋克风 到处是喷发出蒸汽的劣质机械之类 亦或者切割涌动兵建成的建筑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带有幻想色彩的兵之都之类的 完全想错了 帝都虽然确实很宏伟 但就跟要塞都市差不多 最初造访的大城市 罗宾反而更要有雪国风情一些 周围明明都是白茫茫的 但城镇里完全没有积雪 普通的街景和罗兹加尔德差不多 帝都说不定在这个方面 使用了魔法 让雪都融化了吧 帝都呈椭圆形扩展开来 有三道外壁将城市的中枢与外侧分开 中央的大城堡应该是皇帝住的地方 居民似乎按照等级进行了划分 外壁可能就是区分身份等级的象征 男主明白 人族与亚人之间存在身份差距 但看到人族之间也会存在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男主此行在帝都逗留两天左右 也没有太多时间观光 他需要将御剑的蛋 送到叫格隆特的上尉龙那里 关于谁来带路的问题 路特好像已经和莉莉皇女说好了 男主一行到帝都后 要接受好几次安全检查 能前往皇女那里 帝国的勇者也会在那里等候 男主听说对方年龄虽然比自己小两岁 但作为勇者 似乎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在离帝都都不远的地方 看到的陨石坑一样的痕迹 也是他造出来的吗 男主是既期待又不安 到了皇城后 男主被带到宾客房间等候 貌似只有代表的他被皇女接见 两名从者在逝者的带领下 消失在城市的深处 男主看这次没什么要交涉的事情 也就同意了 就算对方为了进行交涉 想要孤立自己 他也早就想好 用 请您让我带回去商议之类的话 搪塞过去 但男主一开始以为 会被隔离的不是自己 而是吧 所以有点小意外 男主坐下等了一会儿 感到外面有人的气息 全部有五人 随后皇女一行进门 皇女问候男主 并感谢她在学园都市的帮助 男主回敬一波客套话 什么在这兵仙雪地的帝都牛掰 帝国国力厉害 虽然成皇成孔 但和皇女大人再见面 又放心了几分 虽然有些提心吊胆 但总算打了个还行的招呼 心想应该没说什么奇怪的事 皇女表示 感谢夸奖 身感细悦 虽然男主无法停留太长时间 他会竭力向导 让男主尽兴 本来是这么想的 不过在见到男主之后 不知为何就变得贪心起来 说什么男主在返城前 多看看帝都后觉得还不错 能愿意在我国开分店 他就更高兴了 请男主考虑考虑 男主感觉 他比罗茨加尔德见面的时候 整体的态度 或者说氛围 变得更柔软了一些 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吗 他虽然说 这次没有要交涉的事情 但他的招呼里 处处都是言外之意 感觉已经不能算作外交辞令了 最明显的 就是他的脸上 虽然有柔和的微笑 但眼睛里完全没有笑意 果然还是不擅长应付这个人 再看他旁边的 就是勇者吧 毕竟他和皇女并肩而立 应该没错 虽然听说是日本人 两只眼睛的瞳孔颜色不对 头发似乎也是那种天生的银色 会不会整过容啊 或者原本就是混血 或四分之一混血 明明比自己小两岁 但很高 应该超过180厘米 原来如此 女神喜欢的是这种啊 莉莉皇女注意到男主的视线 向他介绍勇者 男主客客气气 很郑重地打招呼问号 对方很随便地自报大名 一直盯着他看 男主不好意思了 表示 请问是怎么了吗 内货表示 还说怎么了 你是日本人吧 你跟人族长得不一样 看起来也不像亚人 而且雷道这个名字 一听就是假的名字 男主震惊无语 一句话就暴露了 确实自己长相不好看 雷道这个名字 虽然有日本的感觉 但现在并不流行 男主笑笑 表示自己经历很多 现在正在做生意 扎树压根儿不鸟他 不客气地问男主真名 该说他是帅直呢 还是没礼貌呢 莉莉皇女瞟了男主一眼 问扎树怎么回事 他理解到男主和扎树之间 似乎有什么关联 有些动摇 扎树表示 这家伙虽然说自己是雷道 但他和我一样是一世间人 来自同一国家的人类 皇女震惊 和智树大人一样 勇者 扎树表示不好说 女神没说过有第三名勇者 这家伙使用假名在做生意 那个啥 你啊 告诉我你的名字 男主无语 只好自报家门 申承真 我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来这边的 比你高两个年级 扎树一听 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年龄 男主表示 从想学姐那里停来的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 学姐来过罗茨加尔德 心想这家伙什么鬼 明明是学弟 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扎树一听 你呀和想 同样是中金元高中的学生吗 男主又无语 他对学姐也直呼大名啊 真牛 整个一个自己 无法理解的存在 虽然想对他的态度 提出抗议 但感觉有点不妙 毕竟黄云也在场 后面还有三个 看着像勇者的队友 男主表示 是啊 和学姐是一个学校地 扎树吐槽 真没劲 男主无语 又怎么才有趣呀 话说 就算真没趣 这种话一般会说出口吗 黄女似乎觉得 男主和扎树的话 可能拖得会很长 体贴地表示 先打个招呼 具体后面详聊 男主看这个家伙 见到什么人 都觉得与对方平起平坐的中学生 还是说 纠结年长为尊的自己 才比较古板吗 对男主来说 哪怕只大一岁 说尽语也是理所当然 公道部里的人都是这样 社团里的人际关系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 这下男主也算开眼 真是不见不知道 一见那什么吓一跳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 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